Hello! 又好几天不见了 这几天挺开心的 因为早前很多人说我又肥了 然后我又努力了 又再去做运动 之前天气太冷 有减少了做运动的日数 近期回复正常 正常就是要每天做运动 大家都记住 每天粗 每天做运动 心情也好些 又没那么肿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回到今天的正题 自从2020年之后 全球一直处于非常低息的环境 然后我发现很多新的投资者 原来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加息周期 所以今天我介绍7种在加息周期内 值得购买的资产 亦都对我来说 这些资产相对在加息周期内 它的表现相对是稳定 也有更好的回报 我会由最低风险的投资工具 开始介绍 到最后那个 应该是较高风险 投资的风险和回报是成正比 所以你作为投资者 应该按自己可以承受的风险进行投资 而这段影片 我自己个人做了一些资料搜集 是一个分享和教育的用途 不是一个对你的证券买入和买出的建议 投资有风险 记得是入市之前做好功课 如果你想支持一下这个平台 记得点赞和订阅 和按下下面的开户连结 有些美股免手续费 或者可以买全球股票市场的平台 又可以取回回购优惠 等等捐商的优惠 今天的内容我会介绍7种 在加息周期里表现最好的资产 有7种 所以今天的内容比较长 要耐心点听下去 第一个就是存款证阶梯 也是所谓的CD lettering 为何在加息周期里 CD lettering是一个比较好的表现资产 因为在全球即将进入加息周期之下 后期的存款证利率有机会提高 而因为他们的利率上升 你的汇报也会上升 我上次这段影片 详细介绍了什么是存款证阶梯 我在这里不会很重复说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进入这段影片学习 我可以简单说一点 CD lettering是一个策略 投资者将一笔资金分为双等数量的资金 而将它投资于不同到期日的存款证 这个策略在加息周期里 可以大大提高汇报 假设没有加息周期之下 12个月的存款证利率是1.3% 而非加息周期之下 如果你已经建立好存款证阶梯 你的平均年利率将会是1.3% 但如果在联储局本年加息 例如他每三个月就加息25个点子 假设存款证利率跟随联储局的利率同步上升的话 你可以看到图表里面 你后期买入的12个月的存款证利率 也会跟随上升 在加息周期的平均年利率是1.675% 换言之 你的回报会跟随联储局的加息一起上升 大家都住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银行都会提供不同的存款证 你可以在自己所住的地方 向一些信誉较好的银行 各自查询CD的利率和到期日 第二种我要介绍在加息周期表现最好的资产 就是短期浮动利率的债券 债券对我来说是一个防守型工具 是用来对冲黑天鹅事件 不太适合于加息周期赚取很高的收益 即时在债券之间 其实在加息周期都有不同的表现 相比起美国国债 这两种债券在加息周期有较好的表现 第一是美国短期公司债 在过去五次联储局的加息周期 一至三年期的美国的investment grade公司债券代表指数 这个指数轻松地跑赢了其他两类型的美国国债 第二是美国的high yield bond 在美国的五个加息周期的其中四个时期 high yield bond的回报率也是超过两年期的美国国债 如果我们将这五个时期结合起来 high yield bond的平均回报率是4% 而两年期的美国国债的回报率是1.87% 你可以看到图中高收益债券的历史回报 对经济的上落比较敏感 而不是对利率的上落敏感 所以随着时间推移 所产生的收益应该会较高 同一时间 较高的收益也代表较高的风险 所以你要小心选择 看看有没有一些公司有特别高的违约风险 另一种加息周期的受惠的债券是浮动利率的债券 亦是所谓的floating rate bond 这些债券的到期日和收益率不是固定的 是浮动的 随着市场利率上升 这些债券的利率回报也会上升 所以它的回报率也会跟随上升 我刚才也提过 债券是用来做对冲 对冲一些黑天外事件 在债券价格上升的时候 都要记得做rebalancing去套利利场 因为如果你不做rebalancing 有机会在一年或两年之后 它的回报也没什么作为 第三 对我来说 表现较好的资产 就是投资在现金充裕的公司股票上 从长远来看 其实股票是有较大的上涨潜力 一般来说 在通过膨胀里 获益的公司 这些公司通常都是现金充裕 也不是很需要以债到日的公司 假如这家公司的负债势 而且有强劲的现金流cashflow 在加息周期内 他们会继续扩充他们的生意 而不会在加息周期之下 因为利率的上升而受到大财影响 典型的例子 就像Apple、Microsoft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都是市场最著名的cash cow 即是现金非常充裕 我们也可以计算一下 公司的debt to equity ratio 即是负债权益比率 DE ratio的公司是total liability 除以股东权益 share equity 为何我们要计算这个de ratio 因为负债越小的公司 它就越有能力在加息周期内发展 而银行也会倾向借钱一些 有稳健财政的公司 当然如果你想找一些 风险更低的投资项目 而又是cash cow的公司 最好的选择当然是 去买入被动营的大盘指数基金 这些指数基金 虽然在过去一年以来 经历了通胀上升的问题 在2020年11月到2021年11月 只是一年间来说 美国的通胀上升了5% 但同期的S&P500的大盘指数 就上升了超过32% 就正如我以往 在2022年的猪猪影片里提过 有几个被动营的大盘指数基金 我推介的 例如VOO和SPY 这些ETF的管理成本是极低 它也追踪了整个大盘指数 可以帮助你减低和分散投资上的风险 第四种在加息周期表现最好的资产 就是买入一些股息增长的股票 而这些股票也不是一个周期性股票 这就是什么是好的派息股的股票 就是它们有持续的派息记录 而这些派息记录 除了稳定派息 还有真派息 投资在这些优质的股票里 可以令到你在通胀和加息周期里 得到保障 而债券、CD 因为它们的收益率很低 如果你想较高的收益率 可以选择买入股票 虽然在加息周期里 有些股票的股价会比较波动 但它们所派发的利息 可以帮助你抵消股价上的波动 我自己也有买入的高股息股票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进去看看 第五个最好表现的资产 亦是最受惠的公司股票 就是金融股 利率和银行的盈利是有相关的 加息通常伴随着一个较强的经济增长背景 意味着更多人和企业会向银行寻求贷款 而银行也可以由客户里收取更高的贷款利息 去支持他们的业务 所以银行业在加息周期里 普遍的收益会较高 通常他们的表现都会不错 我自己也有投资在银行股里 包括JP Morgan和Goman Set 我亦在不同的影片 有和你们分享过和分析这两间公司 但要注意我不建议你永久持有这些金融股 因为金融股本身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 要记住在加息周期就快完之前就要套利离场 第六种最好表现的资产是REIT 房地产信托投资 房地产信托基金是指经营一男子房地产公司 在通胀上升的时候 房地产的价格和租金的收入往往都会一起上升 当然REIT的收入来源就是租金和房地产的买卖 所以REIT被誉为天然抗通胀 和对加息周期表现好的资产 从这个图表里看到 过往的加息周期里 REIT的表现在六个加息周期里 有四个都达到正回报 而六个加息周期的平均回报高达48% 算是非常不错的回报 我在房地产信托基金这段影片里 有介绍过不同的REIT和REIT ETF 当中包括OLA、SPG 如果你想稳健一些 可以投资在REIT ETF 例如VNQ 如果你有兴趣学一学 可以看之前这段影片 我自己不会再鼓励大家买入AGNC 因为AGNC本身是一个Mortgage REIT 它是抵押房地产投资进托 即是MREIT 我早几个月前在那段影片说过 MREIT在加息周期里是一个高风险投资 最佳投资资产是房地产 在这里就不是REIT 而是一个物业或土地 房地产投资的收入分两种 要么放租有租金收入 要么做买卖赚取差价收入 房地产本身也是一个 可以应对通胀的工具 跟REIT一样 随着加息周期 房地产的价值都会上升 而房东收取租金的利润也会上升 所以房地产的收入 绝对是对抗到通胀的最佳方式之一 另外,如果你本身有用贷款去买楼 如果贷款的利率是浮动利率的话 我会建议在加息周期开始之前 你尽快去锁定现在你可以做到最低的利率 如果你有资格可以帮你一层楼再做refinancing 当然是最好的 做refinancing还可以锁定你一个较低的mortgage rate 可以降低你在加息周期上 投资在房地产上的利息支出 但有人会问 房地产不是在加息周期内受打击吗 因为房地产事实上 在短期内受到利率加息的冲击 但你要知道 推动房地产楼价上升的因素 其实不是单单在利率上 房地产背后推动的最主要原因 是需求的问题 以及经济基础表现的问题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因为我一直录的背景 好像越来越黑越来越旺 因为我录片录到天黑了 希望这段影片详细解释了 有什么资产在加息周期的表现会较好 亦给你更多方向 如何在加息周期的时候 安排自己的资金 部署自己的投资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是一些其他资产在加息周期内 都会表现非常好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告诉我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段影片 记得点赞、留言、分享和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